我是从一个个人的DIY玩家 然后转新到农场 然后从9月份一直都做到了现在 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多元 然后接到的客户从工厂高校 然后还有社会企业 逐步在规模扩大 从最开始30台机器 然后到现在接近250台机器 我是经常喜欢发一些视频 在那个B站和抖音上面 然后有一些粉丝也是慕名而来 之前是给一些游戏公司 都是我的粉丝 然后给他们也做过游戏的手柄 外壳 还有是给北京大学也做了一批 小的一些纪念玩具 还有一些粉丝都是 需求打一些那个结构键 就像有ABS有尼龙什么的 平时主流的材料的话 我们用PLA和PTE还是比较多的 当时我们最开始打印的是 有螺旋剑 还有武士刀 还有萝卜刀各类的 还有就是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些 龙的模型 还有那个十二神肖的兽手 这些百件居多的 一天24个小时 基本都是在合理的利用 我们现在200多台机器 主流的话还是咱们的闪著AD5M AD5M我们当时是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赶着一波团购属于第二批团购 我们第一次买的时候就买了30台 后期又陆陆陆去加机器 现在大概有100多台闪住 打印农场的话 尤其是那个做一些PLA和PTE打印 主要是考虑到一个粗货速度 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的经济性 同等价位的机器 五台 五台闪住的AD5M相当于三台的 一个是从数两二十 从那个打印调频 通过我们第二轮的测试之后 发现他们其实打印的速度 还有那个调频功能 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 所以用来生产也是比较方便 商手的话整体还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就是开箱 开箱的话 基本是可以做到开箱就可以使用了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退料 还有净料 这个因为它用的是快拆的喷头 社会服务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 因为我们的机器体量比较大 有调频的问题 或者有一些堵喷嘴的问题 不光是那个线上的指导 包括他们有时候会线下 自己带配件过来给我们维修 然后有时候也会对我们这边的 操机人员做一个培训 我们200多台机器 每天的耗材消耗 基本稳定的是在100多元以上 材料的话 我们用的都是国内比较好的材料 都是一些品牌厂 从打印质量来说的话 我们是整个有一条生产线 从最开始的生产到装配到检验 如果是打印质量有问题的话 直接剔除 目前的这一批眼前的 我们基本都是天天在出货 当天打好 然后第二天赶上最晚的一班快递 然后马上发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印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印货